要告訴您 民進黨五月將進行黨主席 以及縣市黨部主委的改選 而剛卸任的蔡英文傳出將不會缺席 將派出代理人 參選雙北市黨部主委 那麼今晚 蔡英文現身聽音樂會的時候 只低調的說 她尊重當事人的想法 不過根據了解 卸任後很少公開行程的蔡英文 私下拜會行程不少 幾乎是天天進辦公室 穿著輕便服裝 到國家演奏聽聽音樂會 卸任後的蔡英文終於能享受悠閒的生活 不過她可不是整天閒著 原本的競選辦公室 現在成了蔡英文卸任後的基地 傳出她幾乎天天進辦公室 雖然沒有公開行程 但私下拜會活動不少 星期天才參加臺北市議員徐家欽的感恩茶會 面對基層的期待 蔡英文沒有正面回應 但傳出五月即將和黨主席一起改選的縣市 黨部主委選舉 蔡英文不會缺席 外傳被視為英文系的羅志正 可能角逐新北市黨部主委 對上蘇系的新北市議員張宏露 而將角逐連任的臺北市黨部主委莊瑞雄 雖然是謝系 但和蔡英文的關係密切 可能的對手有蘇系的張機長 和前黨部主委黃慶玲 以及市議員王世堅 我沒什麼意見 就是尊重他們那些當事人的想法 從代理黨主席三寢成局 到這回主委選戰 又傳蔡英文勢力敘事待發 雖然卸下黨魁職務 但蔡英文的影響力不會在民進黨消失 明日新聞國民參與政台北報導 天氣變冷